一个人的脸,是一个人的外在皮囊 而真正决定一个人形象的则是另一张脸 教养 教养,是与人相处时自然而然的换位思考 也是独自一人时的客气和修行 一个人骨子里的教养,不是刻意保持的动作 而是不假思索做出的行为 它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行、内心素质 一个人的教养魅力体现在生活的细节里 一,在公众场合移动椅子,会搬起来 而不是直接拖动,避免造成很大的动静或者刺耳的声音 有一种教养教,不打扰你的注意力是我最大的温柔 二,公共场合洗手后,不到处甩水,避免甩在别人身上 有一种教养教,公共场合,相互体谅,保留功德 三,准备进门时,看见前面一人故意拉着门把兽等着我进来 于是加快步伐及时接住了门把兽 有一种教养教,快点接住别人的微小善意 四,打开微信群,看见前面有人发了一些关键信息 下面就不随意发无用消息 这样会把重要消息顶上去 有一种教养教,避免给他人增加无用功 五,即便因为有事不方便 在拒绝了两次朋友的邀约以后,要主动一次 有一种教养教,你已经主动过了 这次换我主动 六,去找某人帮忙,遇到他正在吃饭 这时,先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离开 等对方吃完再回来 有一种教养教,等你吃完,我再来 七,有人请求自己帮忙,若当时自己在忙 在能预测的情况下,告诉对方等待的时间 若不能,告诉对方,忙完就会过来 有一种教养教,让等待的人心里有谱 八,向别人求助后,后面若是不需要帮忙了 要及时告诉对方,有一种教养教,不让你做没必要的惦念 九,有人打来电话沟通事情,自己若是在吃东西 要先把嘴巴空一空,食物放一放 有一种教养教,不让你有不被尊重的感觉 十,别人在讲话时,即便在想插话,也要忍住等别人说完 有一种教养教,等你把话说完,我再说 十一,朋友决定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即使他的另一半,不是追求者中最好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祝福 而不是告诉他,应该选择另一个 有一种教养教,不用自己的眼光,随意评价别人的幸福 十二,如果和一个身高比自己爱很多的人讲话 要微微俯身 有一种教养教,尽量做到平等谈话 十三,朋友A给自己讲了他的秘密 后面若是朋友B询问 即使和他关系再好,也不能泄露给B 有一种教养教,秘密是两人之间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别人,我会守护你的安全感 十四,想给别人发微信语音时 提前询问,我发语音,方便听吗 得到肯定回复后,再发 有一种教养教,切换联系方式前 先保证它方便 十五,有人想通过我家另一个朋友的微信 我会事先询问朋友是否愿意添加 同意之后,再把朋友的微信名片推荐给这个人 有一种教养教,提前询问你是否愿意 十六,借了别人钱,及时还清 还钱时还带了小礼物或者结算利息也可以 有一种教养教,自觉,并主动表示感谢 十七,对别人的付出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赞扬 对我们来说是一句简单的话 但对付出劳动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嘉奖和鼓励 有一种教养教,把别人应得的称赞还给他 十八,身边的人做了一件尴尬的事 不要一直盯着他看 全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或者有意地回避一下 有一种教养教,照顾你的处境 不让你丢了面子 十九,不在比自己丰满的人面前 说自己胖,不在没自己挣得多的人面前 说自己穷 有一种教养教,不往别人伤口上撒盐 二十,聚餐时,给自己倒完水后 要把胡放在对方容易勾到的地方 并把胡把手朝向对方 有一种教养教,能多方便你一点 就多方便你一点 二十一,与人聊天时 周围一下子冷场了 要有意识地起新话题 有一种教养教 得体地减少说话人的尴尬 二十二,不刷屏朋友圈 朋友圈也是网络上的公共场所 有一种教养教 不过分占用公众资源 二十三,去别人家做客 不空手去 用心带一些小礼物 有一种教养教 千里送油毛 理清情义重 二十四,朋友在家招待自己 吃饭时 要等做饭的朋友忙完也上桌 自己才开始动快 有一种教养教 俩人一起吃饭 就要俩人一起动快 二十五,和大家一起出去聚餐 遇到喜欢的食物 不要过多加到自己碗里 有一种教养教 别人也许也喜欢这道菜 二十六,和熟悉的朋友 在一起吃饭 当他问我们想吃什么时 要大方地说自己的想法 不扭扭捏捏 有一种教养教 聚餐时把开心放在第一位 不破坏大家的兴致 二十七,遇到工作人员或其他人 在公众场合出声咨询 和自己有关系时 要给出必要的回应和示意 有一种教养教 不让你着急 不让你被忽视太久 二十八,对于不情愿 或者无法做到的求助 一开始就拒绝 有一种教养教 量力而行 做不到就坦诚告诉你 二十九,借了别人的车 用完之后 要记得加满油或者用洗车 作为情义回报 有一种教养教 面对情分,有来有往 三十,咨询别人一件事 第一次若是得到一个模糊的回答 就不问第二次了 有一种教养教 察觉到你的一丝为难 我会立刻停下 不再强求 教养或许不轰轰烈烈 但足以体贴温馨 有教养的人 让人感到舒服 相处起来没有压力 这样的人 能看到别人的难处 做到换位思考 心里装着别人 别人也会把我们装进心里 哲学家德莫克利特说过 有教养的人的遗产 比那些无知的人的财富更有价值 教养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名片 他像一股春风 清润身边人的心脾 同样也会滋润自己的心田 他装不出来 也不会轻易丢失 说到底 教养也是一种善良 是不愿拿恶对人 他是人的本性 也是一种纯真的选择 愿意把善意传递给他人 同时也把自己带进温润的世界